今日 省农业农村厅 渔业渔政管理局 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在盘景开展了渔业增值放流工作 保护当地的渔业资源 从5月13日至5月底 省渔业部门在辽东湾二借沟海域共进行了四次对虾苗种放流 共计2.5亿尾 预计可回补对虾216余吨 实现产值1950万元 今年放流的对虾苗种 生长整齐 规格大 活力强 对虾增值放流是对渤海渔业资源的补充及恢复 水域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同时 汇集海域周边渔民 提高资源环境保护意识 形成可持续性渔业发展 第一时间 林瑶田碧君报道 未经许 刑想 corridor 松人